台湾和印尼农与业技术合作40年 驻印尼代表处和台商举办成果餐会 严选台印合作生产的生鲜蔬果 肉类以及海产 做出一道道美味佳肴 长期深耕当地的国合会印尼技术团 未来计划训练当地农民 生产园艺作物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做农民组织 跟指导员的训练 训练他怎么样去推广 建立一套现代化的系统 去生产高价值的园艺作物 驻印尼代表张两任表示 台湾协助印尼提升耕种技术 农产品在雅加达等都会去热卖 不仅成功打响台湾名号 也促进台印两国友好关系 40年前来的是在东爪哇地区 现在可以说是遍布在印尼的很多的点 对于当地的农民可以说有很大的收益 他们不但学着新的技术 也学着有比较好的种子 有比较好的农作物或是鱼产 对他们家庭生活的改善 会有很大的帮助 台印今年5月已签署升级版农业合作协定 张两任表示 由过去40年的合作基础 加上政府新南向政策的推动下 双方将强化农业合作伙伴关系 有一点 我这一大街乡 但是现在 我这两个是 我这一块的事情 我这两块的事情 我这一块的事情 我这一块的事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